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速率的问题 有一个人叫小军 骑车呢,从家中到学校上课 通常要30分钟的时间 今天早上不小心睡晚了一点 所以呢,他为了要不要迟到 赶快去学校 所以呢,骑快一点 比平常增加5公里的时速前进 结果呢,花了20分钟就到学校 可以推算出来小军的家距离学校几公里 我们就假设呢,小军的家距离学校有x公里 好,那根据这个速率的公式是这样 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率 他说呢,他用平常 比平常再增加5公里 但是呢,这个5公里是时数 所以这个30分钟 你必须要先把它换成小时 30分钟等于几小时呢? 1小时60分 所以30分钟就除以60 等于1小时 那结果呢,他今天只花了20分钟到学校 20分钟也把它换成小时 除以60 所以呢,花了20分钟就是花了3分之1小时 小军加距离学校x公里 这是不会变的 所以呢,距离除以时间 1二分之1,这是平常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距离x还是一样不会变 时间减少了,就是他骑得比较快 那这个算出来是速率 哪一边比较快呢? 这个x除以2分之1,这是平常的 那这个x除以3分之1,这个是加速的 他说呢,加速是比平常增加5公里的时数 所以是指平常增加5公里会等于今天加速的结果 平常加5公里等于今天 今天速度比较快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个式子 x除以2分之1,就是x乘以 把除改成乘,分子分母颠倒 x除以3分之1,就是把除改成乘,分子分母颠倒 好,我们可以得到2x加5会等于3x 那这时候呢,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2x移到右边 所以呢,左边剩下5 右边叫做3x-2x 也就是说5会等于x 意思是说,小军家距离学校几公里呢? 就是5公里 好,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率 那这一题呢,因为它给你的是分钟 你要把它改成小时 30分钟等于2分之1小时 20分钟等于3分之1小时 平常它的速率是x除以2分之1 加速今天比较快,x除以3分之1 它加速是比平常增加5公里 意思是平常加5等于加速后的结果 好,把它解出来,x就是等于5 也就是说呢,小军家距离学校5公里 好,那么好,urm之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